大家好,欢迎收听生奇异普通话频道,大家经常会听到中共说人定胜天,问题是在这几十年以来,中共有多少次能赢得过天,也不是说没有,有时候它可以赢过老天一段短时间,但是大自然很快就做出反扑,还记得有一年的六四,当时正在举办集会, 但是却突然间倾盆大雨,那些雨大的你根本不知道是从哪里来,所有在场的人全都湿透,那些雨非常夸张,当时就已经有人怀疑,是中共在用气象火箭搞人工催雨,所以才会突然而来,最近重庆连日出现高温,而且还出现大旱,足足四十度, 当局为了缓解高温,当地政府就实施人工降雨,结果在搞了人工降雨之后,局部地区居然有强烈的暴风雨出现,非常猛烈,几乎像一个十级台风这么夸张,甚至有建筑物被吹制损毁,所以重庆市民就批评, 说内陆地区从来都不会有台风,这次的这个超级台风,分明就是他们造出来的, 人工降雨不但是没有有效降温,反而引发了更为严重的灾害出现, 报道是这么说的,重庆有一个市民亲眼地看到自己家的落地玻璃窗被大风吹掉, 整块下班从十六楼掉了下去,场面非常惊险,在网上还有人拍摄了一段影片, 显示了狂风先是把窗户吹开一角,然后整片开始不断摇摇晃晃, 最后完全吹走,一整个全被扯掉,幸好在事发之前, 大厦的管理人员已经开始蔬菜居民,叫他们去了安全地方, 所以最终没有人员伤亡,所以有网友说,感谢人工降雨, 让我们知道我们这里是豆腐渣工程,实际上像重庆这种内陆地区本身不会有台风, 当地的建筑物在兴建的时候没有想过会遇到这么夸张的风, 哪知道政府搞人工降雨,设了一大堆气象火箭上天, 之后大自然就做出反噬,你给我捣乱,我也来给你捣乱, 这一次不但有建筑物损毁严重,而且人们还说出现了一个内裤危机, 什么意思,因为当地有很多人都会在外面晾衣服, 结果有大量的内衣裤从天而降, 有很多在开摩托车的人都突然被内裤砸到, 幸好没有造成重大的危险伤亡, 根据重庆市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的数据显示, 从9月2日下午14时到9月3日凌晨, 重庆市的浅江,沙平坝,北贝等17个区域一共发射了158枚高炮弹, 37枚火箭弹,一共195枚气象火箭和炮弹, 并且燃烧了24斤烟条, 已阻尽降雨,尽管有部分地区出现了微浮降雨, 但是飓风随之而来, 风速最高达到每秒34.4公尺, 造成了多地的树木倒塌, 广告招牌损毁, 还有加油站被吹倒, 看到那些影片的画面, 完全就像是香港的10号风球一样, 甚至还要严重, 非常恐怖吓人, 飓风过后一片狼藉, 停在路边的车全部被吹倒, 有一些是被树木压毁, 摩托车和垃圾桶全部被吹得乱七八糟, 民众认为人工降雨的效果没有达到预期, 而且还出现了自然灾害, 在自然灾害和人工灾害面前, 重庆选择了人工灾害, 官方当然是出来回应, 重庆市气象部门解释道, 这次的暴风雨主要是由局部对流引起的自然现象, 并非人工降雨引发, 然而网友们却对这件事充满了调侃, 这不是降雨,而是攻打重庆, 是重庆大轰炸, 其实重庆的高温已经持续了很多天, 在未来的几天都会维持在四十度以上, 当地居民面对持续高温和突如其来的暴风雨感到无奈, 其实中共每一次都要要逆天而行, 中共在建政以来干了多少逆天而行的事, 例如红旗区引水上山, 这根本就是一个离谱的工程, 劳民伤财, 还有新安江水电站, 为什么会有千岛湖, 他们把千岛湖附近所有凹下去的山全部围了起来, 围成了一个很巨大的湖, 结果那里的村民当然是全部被赶走, 那里的村落全部都被泡在了水里, 所以就形成了千岛湖, 旁边就是新安江水电站, 让他们用来发电赚钱, 中共在建政以来兴建了大大小小的几万座水坝, 据非完全统计, 全国大大小小的水坝加起来有八万多座, 那么多水坝, 主要是用来做什么, 不是用来控制洪水, 而是用来发电赚钱, 每一个都要赚钱, 结果在没有水的时候, 下游更干旱, 因为上游要发电, 把水全结了, 到了下大雨的时候, 来不及排红, 结果要大下大雨的时候泄红, 下游的人就全部被淹, 所以, 在中国长江黄河沿岸的居民, 其实根本没有保障, 随时会丢掉性命, 尤其是那些村庄, 这是中国逆天而行, 最后是人民受害。 这一节暂时先讲到这里,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,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, 同时开启通知小铃铛, 以获得我们频道最新的动向和内容, 我们诚意邀请经济许可的朋友订阅, 大家也可以用免费模式支持我们, 帮我们欣赏广告, 也欢迎大家踊跃留言, 与我们互动, 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您的亲戚朋友, 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,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